奧運對於城市的經濟帶動作用 其實是非常複雜也很深遠的 當然也是非常可觀的 根據法國智庫的統計 2024巴黎奧運 預計是會為巴黎帶來 最差有67.07億歐元 中間值大概也是將近90億歐元 最好的狀況是111.45億歐元 這樣的淨經濟收益 就會呈現在旅遊建設 還有組織籌備等等不同的面向 以中長期來說 其實應該是會有大概 80幾億歐元的經濟影響力了 這其實比2016年 在申辦的時候所預估的 53億到107億歐元 增長了26% 另外也有統計數據就估算了 旅客在巴黎的支出 還有一些政府的基礎建設投資 整體而言就會溢注 100億歐元到法國的GDP 整個大巴黎地區自身的稅收 也將會增加5% 不過這都是預估的 當然還是要看真的辦完以後 究竟有沒有這樣的效益 不過法國當局是早就已經喊出了 這次是要是最省錢 同時也是最收支平衡的奧運 我們希望明天那些時候 說明天的日常會爲 最高的耶穌 因為那些需要非常會極限 所以我們要負責 不足的利益 變成為今天的運賬 最高的利益 當時出版的問題 有一直以來 這些玩家爲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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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 這年來前時 那些因爲爲不關於 我們的財子公職 或我們的貿易 而我們我們 也要可以把它們 奥运真的是非常烧钱的大工程 在看到真的收益之前 要做的当然就是要先截留 也就是要掌控钱的趋势 基本上经费的花费 就是包括了营运费用 另外就是建设费用了 营运费用主要就是指 像是行政人员的薪水 交通 维安 餐饮 开闭幕式 还有媒体服务等等的费用 那有直接跟奥运相关的基建投资 就包括了比如说像是竞赛的场馆 选手村 国际转播中心 还有媒体中心等等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是间接跟赛事相关的 公共基建投资了 比如说像是城市的基础建设 能源交通 还有水资源等等 不过这些支出项目 真的往往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因子的 比如说如果现在有了恐攻的威胁 那维安就要升级了 那还有这次巴黎因为要整治赛纳盒 其实预算也是有所调整的 那另外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东京奥运 最初预算其实是73亿美元 但是因为疫情延期 还有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等等的原因 花费就来到了154亿美元 直接就翻了两倍 所以其实奥运的最终花费 比预算高是常态 根据统计资料就显示了 从1992年开始 每一届的奥运最终支出 其实都是超过预算的 而且平均超值是来到103.75%的 那这样的亏本生意 也难怪现在有越来越少城市 主动要来申办奥运了 而且如何才能够在赛事 还有不影响当地民众生活之间 维持平衡 真的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就算是巴黎这样的主要旅游中心 现在要来举办世界上 最大的体育赛事 还是有很多副作用 也造成了整个城市 有很多的压力 那许多游客其实是刻意避开 要在这段期间来巴黎的 一部分原因当然就是 当局在奥运开幕 目前是实施非常严格的安全措施 那再加上现在的欧洲夏天 是天气越来越酷热了 还有通货膨胀 政治局势的紧张 这就都让商店 餐厅 酒吧 他们的生意跟客流量 都面临前所未有的下滑 整体的收入和去年同期相比 至少是掉了三成 那饭店的住房率 其实也是非常不理想的 那天气越来越多人 那天气越来越来越多人 不过还是有许多叶子 其实是放眼未来的 因为就像2012伦敦奥运前夕 其实当时空旷的街道 还有门票的销售状况 都不是很理想 也就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但是赛事一开始 就开始增加了消费活动了 那也就弥补了先前的不足 那英国其实在后来 还受惠于奥运隔年的旅游潮 那不过其实就是因为 对于奥运经济效应 有这么不可预期性 国际奥委会也有提出了 可能的解方 那就是调整的政策 不再要求所有的场馆 都要是新盖的 像这次的巴黎 就有75%是使用 前几届奥运的设施 那20%是临时性的建筑 只有5%的设施 也就是选手村 还有一个新盖的 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 是永久性的新建筑 因为这样 所以才能压低支出 另外其实也有经济学家 提出了更加长远的 对策建议 对策建议的建筑 不过说真的啊 虽然说这样一固定 由单一城市来办奥运 或是由几个城市来轮流举办 如果以经济面 永续性 还有行政营运层面来说 应该是会单纯很多的 但是对于观众的吸引力 是不是也会跟着下降呢 但是如果还是要以现在的模式 每一次都要到不同的城市 那又要如何来解决 最现实的成本问题 哇 这一题真的是很难解啊 不过无论如何 对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来说 可以来享受奥运 看转播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那也邀请大家 要持续锁定金新闻 我们会持续为您来进行 及时报导奥运的最新动态 以上就是今天的 全球大头条是赌戏 把时间镜头交换给赵文